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令要求90天内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如今最新报告出炉 时间到了也调查到了 但白宫并没有及时公开报告 更有报道指出这份报告没有对最早在中国发现的病毒 究竟是自然界生成还是实验室泄露的问题 做出最终结论 中国交部则趁机甩锅 都还没看到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报告 中国就先说对方是栽赃报告 到底是谁先下结论 而真的美方发起病毒溯源调查 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陈旭也致函世卫 强调若坚持不排除病毒 是从实验室泄露的话 那么也该对美国实验室调查以示公平 甩锅大战继续展开 病毒究竟从何而来 还是没有定论